传说中你 传说中你为爱感性被搁浅 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 胡瑶小红娘本身就是殖民IP堪称国漫之光 虽然好多漫粉不接受漫改剧一直争议不断 目前月红片和竹叶片都已经杀青代播 两部剧分别是杨幂和刘诗诗 两位八五花挑大梁 及其众多帅哥美女超强阵容 这两个篇章还没播 由成义梨同主演的王全篇还在紧张拍摄中 从各种路透来看阵容依然强大 网传程骁和居静一也会来客串 那就和郭俊辰二搭了 清一色的俊男美女可谓十分养眼 来准备三二一开始 动员 动呗 最多的达电 二 好 杀进去 好 两百件普时 暴 生日日 男女主是由这几年上升之头正猛的流量 小生花 陈毅和梨同主演 自然备受关注 两位的服装造型路透也是最多的 成毅扮演王权富贵 是王权霸业和东方怀驻的儿子 实力为王权世家最强者 服装多以黑白色系为主 也有批发淡蓝色轻薄款 有种金贵之感 打戏也很顺畅 亦并王权举重若轻 一身浩然正气长存 最新流露出来 成毅公主报梨同的路透 引发全网热议 成毅表情严肃 战损装 素衣染血破碎感拉满 虐心宿命感狠狠get了 这是成毅扮演的王权富贵 与青铜的万剑穿心名场面 万剑穿心终不悔 相视一笑亲王权 光看路透就期待直拉满了 清冷的富贵公子 衣衫被鲜血染红 看着就好疼 有网友评论 成毅豪财一男的 这还能救活吗 身为男主 自然是能救活的 不过看着确实很惨 成毅简直就是给人一种 不虐不接的感觉 基本演古装 不是在吐血 就是在吐血路上 所以也有着吐血 专业户的称号 让成毅搭火的 新侠剧琉璃 饰演的宇思凤 吐血次数多的 真的让人震惊 有网友统计 他竟然吐血超过70次 这可不是在开吐血派对 当时还在说 他是史上血最后的男主 在扮演一个史上最惨的男主 每次吐血的时候 他没遇见透露出的 那份痛苦和无奈 简直戳中每个观众的心 自那以后 成毅扛起了吐血领域的KPI 基本古装剧都离不了吐血了 陈霄如谢 有不少衣服和脸 沾满血浆的战损装造型 拍摄花絮被曝光 成毅因入戏太深 还被血浆枪到 当时引发了不小的热议 莲花楼吐血戏份也相当多 李莲花中了碧茶之毒 整个人都很虚弱 每一次用扬州曼救人 每一次毒发都会吐血 武功全废的游依 李莲花有多场重伤吐血的戏 李莲花一吐血 观众立马心疼了 不愧是内娱吐血王 没想到 闲偶剧也没摆脱 美强惨的吐血人设 南风知我意 出车祸断退残废 脸色苍白 眼中蓄泪 破碎感觉了 给人一种身体不好的即视感 如今 狐妖小红娘王全篇 还有万箭穿心的桥段 又是一个美强惨人设 承意可能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在琉璃中吐的血 只是开始